今年度蘭陽紅龍果品質評鑑競賽 共有33組果農參賽 圓山果農張申錦拿下紅肉組冠軍 縣長林茲廟特地前往農家鐵紅榜祝賀 用行動支持也鼓勵農友 圓山果農作戰 非常不簡單 他本來是在做生意的 後來營的時候就跟他爸爸 參加紅龍果 參加紅龍果 參加紅龍果必須通過農藥殘留檢驗 在針對果實重量 風味 口感 糖 參加紅龍果 參加紅龍果 參加紅龍果必須通過農藥殘留檢驗 再針對果實重量 風味 口感 糖 度及外觀進行評選 張申錦栽培紅龍果九年 才友善更做 多年來都參加評鑑 但這次是首次得獎 還一舉拿下冠軍 大家都賺錢 對 人有 你剛剛有丟過嗎 你怎麼丟過嗎 我這次就有冠軍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選紅龍果 我 早 早 早 都要去看 上 покуп 啊 我就是全部草生 草生 喔 啊 沒轉抬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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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уже 這可以說 投到 今年可以 mism daquiру使再壯就玲藥了 為何洩培 彈如若快種 choses漂亮 也要 inherently大堡 要其實刷 要 куп rushing 第一次就有冠軍 你之前紅龍果診 以前被換 賣女 Hur 現在要八九年 八九年 每一年都參加鑑守嗎 也呀 原山果农在今年红龙果评鉴中 不只拿下红肉组前三名 另外还有三名优胜表现亮眼 县长也一一颁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策坊报道